无心的话 这个阿姨长得好恐怖 她好可怕 这个阿姨好可怕 这个阿姨讲的是陈丽珍 因为神经纤维瘤 身材娇小的陈丽珍 整张脸 双手 身体 处处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瘤 其实刚开始在羞辱我的时候 回家会一直哭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社会会 如此的拒绝我 我坐下来的那个位置 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人会跟我坐在一起 到现在 然后我坐电梯的时候 大家都往旁边挤 这个也是学生 这个也是跟佑娟老师 一起出去玩 俏丽的发型 灿烂的微笑 这是学生时期的陈丽珍 当然幼稚园老师 是陈丽珍最骄傲的工作 爱孩子的她也直到怀孕 才发现原来自己 是罕见疾病患者 而更让她痛不欲生的是 独身自遗传家族疾病 她帮我按的地方 刚好是我工作回来 最痛的地方 天心的帮妈妈按摩 26岁的燕熙 很清楚辛苦的妈妈 哪些位置需要加强 陈丽珍因为纤维瘤 身体部分关节逐渐变形 儿子就像是她唯一的朋友 陪伴她 开始后要照步步查一头 大学读的是金融风险 与食物管理 毕业后想要找工作 减轻妈妈的经济压力 但是随时可能得开刀 体力不佳 独身子的求职路不顺遂 你有找过几个 三十几个肥瘦 国二发病 从那时起紧急开刀六次 知道妈妈赚钱不容易 昂贵的止痛剂 燕熙勇敢地说 可以不要打 我就是因为她 第一次开刀的勇敢 所以我觉得我要回下来 照顾她 如果我今天把她送到 那个家福中心 或安置燃养中心 我不忍心 我没有办法 把这个孩子丢下来 我在认识她的这两年多左右 她总共发生了三四次的车祸 真的是太累了 精神上就是比较疲累 因为她在国小的工作 也是做清洁方面 那是整间国小的清洁 都是需要她负责 在专业的辅导人员介入后 陈力真转换聚唱 充分的沟通 善意的环境 让慈慕重拾信心 面对人群 也盼望这份善意 可以让她最挂念的孩子 顺利走出家门 踏入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